一边抽烟还一边自个儿包槟榔 这看来算不上老的妇人 就是台东县关山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多产妈妈 现年61岁的潘秀桃 从15岁开始 就以几乎一年一个的速度 生下了24个娃娃 现在最大的孩子已经46岁 最小的却还只有国中二年级 靠种田捡破烂为生的潘秀桃 日子过得很苦 会生这么多孩子也跟没钱有关 因为穷 他的24个孩子 都是自个儿在家生的 而接下来的养育过程 更是倍加艰辛 指着儿子结婚时的 庞大全家福照片 潘秀桃说这孩子来了一部分呢 而刚好带着小朋友回来 看妈妈的亲女儿潘春菊也说 一到清明过年 家里的人是塞都塞不下 穷衣都满满的 还要留你睡觉 辛辛苦苦的把孩子拉拔长大 潘秀桃却不要求任何回报 直到现在他还是自己赚钱 自己过日子 不过由于平常 全家能相聚的机会实在太少了 他只希望透过这次 金氏世界纪录的母亲节活动 站在各地的子女 能够全部回家 享受大团圆的天伦之乐 不过这次的子女儿潜在太少了 不过这次的子女儿潜在太少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